新北市政府 為了這次的演習 準備了多種的事 在新冠肺炎 信念的過程當中 尤其全球性的慢流 雖然我們台灣擋住了第一波的疫情 但是第二波 第三波一定會接種而來 新北市一定要做好超前部級的準備 所以今天的演習最重要 從最簡單的居家隔離跟檢疫 從宣導到整個管理的層級 到我們社區感染 從單一個社區點到多重社區感染 大規模社區的爆發以後 新北市有多少個作戰的能量 足以來面對疫情的整個掌握 所以今天的演習 從最基層的第一個階段 也到第四個階段 所以這尤其最重要的第三階段跟第四階段 就是在當一個社區感染 以及多元性的社區感染 爆發出來的大規模的切者案例的時候 到底新北市怎麼樣來處理 所以今天的演習 其實我會著重是在超前部式的社區感染 當一個社區感染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採取我們新北市的醫療診所到關懷站 都設前進指揮手 然後在這個大樓裡面先做居家隔離 健康的出來 沒有健康的做好居家隔離跟診療 然後新北市如果爆發整個大規模的社區感染出來的時候 我們已經準備好隔離收治中心 在我們的沿海線風光明明的地方 這個隔離的社區 我們的規劃是有兩千個床位 這個隔離的收治中心裡面 我們有自動監測以及通信的診療方式 進駐我們醫療同仁來當邊 來收治輕症的或是無症狀的確診療 所以這兩千床就是我們準備超前部式的一個作戰方式 另外新北市的持續加急救決定醫院 我們盤點起來有將近678床 然後我們在好好的清空計畫可以達到一千床 這一千床我們在座分流裡面 希望把重症的人 希望醫療的就擺在我們這17家幾床裡面 所以新北市面對整個外力確診的個案 達到三千個我們主有能力 來做好對抗病魔的收治能量 市長現在好像是文藝新北市和中央合作比較密切 其實我剛剛給中央做一個建議 中央是在政策的寧定上下一個政策 真正的執行面是在地方 所以地方跟中央一定要配合 因為執行面有執行的困難度 中央有政策面的全盤性的考量 所以地方跟中央一定要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疫情指揮官到地方來指導 來看實際的執行面 盤點我們整個作戰的容量 這是必然他們要跟 中央要跟地方緊密協調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剛剛也特別建議 下一個階段 中央應該考慮到 不是單一個新北市 來面對疫情單一做法 要開始採取區域聯邦 區域聯邦裡面 像北北基儀 要不要做一個區域聯邦的兵器推援 那中央如何去盤點 萬一在北部 確實案例多的時候 爆發大規模的社區感染的過程當中 中央如何適時的做好政策和指導 那地方來執行 像如果大規模司機感染來的時候 我們非必要的商業活動 是不是要全部停止 學校是不是全部停班停扣 以及我們的人車是不是要做管制 這些都是在中央一條政策下來的時候 區域聯邦就要同時啟動 甚至全國啟動 這個都要分區塊一個區塊去做盤點 所以當一個新北市的士兵演練是不夠的 它是要以區塊的方式開始做兵推 然後以全國的方式來面對疫情的作戰 它是有層次的劃分作戰的方式 所以我剛剛特別給陳部長做一個建議 下一個階段應該就是區域文化 在下一個階段就是全國在面對 多少個切子的案例以後 國家在國安層級裡面是採取什麼樣的動作 我們要做好整個政策 以及地方在執行面上的緊密配合的方式 讓大家都能夠做好準備 這才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應該要把這個準備做好最重要的事情 北北基儀的區域聯邦已經有跟縣市首長共同過 北北基儀的聯邦 我一定會跟指揮首長來做報告 我們大家怎麼樣共同來面對 但是這個部位一定不能少到中央那一塊 因為中央必定是一個政策指導單位 它下了一個政策 那也要了解地方的需求 台灣很小 所以必須要整個防疫的資源是要互相調配的 所以北北基儀只不過一個區塊 甚至可以把台灣拉出來 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現在50例裡面的確診力 多的大部分都在保護 當然是不是以北部就會爆發社群感染 那不見難 但是我們都要做好整個防範 以區塊區塊的防範 下來是以全國性的防範 怎麼樣的層次的防範 做好我們整個兵推也好 做好我們整個相關的盤點準備也好 石兵的操作也好 其實我們都要質疑質疑先把它做到 就像我們今天的演練 我們的石兵演練 就是把它做到我們爆發社區感染大規模 如果確診案例超過將近三千個的時候 新北市永遠能力來做到 那我要盤點我新北市能夠收三千個 那收完三千個以後如果再收不下 就要採取居家隔離的方式再加 然後我們用醫療準手前進的方式來面對 所以其實三千個是一個基本的一樣 可以還可以再擴大一樣 至於採取的作戰方式會不一樣 因為這些的作戰方式 讓我們底下有個概念 我們的所有的同仁 所有的市民有一個想法 我們大家準備好 下一個階段就是這麼做 然後大家就不會亂 大家就不會放開 所以永遠先把最壞的打算先準備好 做最好的準備 我們才能夠打勝仗 好 謝謝 這個時候有想到說要找 那個退休的醫護人員來加入第一線 是之後有要怎麼打算 謝謝大家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都在做 把醫護同仁找回來 大家一起面對萬億醫護人員不足的地方 我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 也產生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都是要做好 謝謝 謝謝 謝謝